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剿共政府总指挥 前国院长 建议共军势力发展 日趋扩大 十分忧虑 因之 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 腾出手来 对付共产党 现在 晚东 晚南 俄中 以及怀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 都以大体就绪 最苏南方面 冷星总指挥 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 最苏北的沿江地区 相属思乱的管辖 因此呢 江委员长有意 请二位 与江四省韩带秦主席 捐弃前嫌 携手反共 江三姨 这是一点好事情啊 但是操之过极 恐怕 反共 灭共 这是江委员长的意志 于是党国打击 可不容缓了 何况 江南西四军的主力 就要过江 或在眉睫 其能不及呢 蒋菜的话嘛 也是一种说法 哈 一昆 你看 这个 难道说 二位害怕都不过梦七 那点人 没关系嘛 韩带秦主席 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 可以和你们行动了 江三姨 这件事情 为师来得突然了 嘿 嘿嘿 那 也好 兄弟 暂且告辞 二位呢 可以斟酌一下 嗯 嘿嘿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 那就是说 从也得从 不从也得从 大势所去啊 真好如此了 难哪 如果 我们把牌 押在韩德秦这门上 赢 则固然是好 输了的话 就不堪设想了 那 嗯 啊 共产党 当然要放了 不过 对韩德秦这些排斥一己的中央势力 我们也不能不放的 我看 我们还是 报定了宗旨 从夹缝着 求生存 你是说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嗯 嗯 哈哈哈哈 那好吧 就这么办吧 好 不过对付共产党 一定要谨慎 小心 千万不可轻敌啊 目前这副担子 你先出面把他挑起来 明天一早 我离开江中 这 小鬼余力 以防万一 小鬼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副总之会 副总之会 谁啊 我 段泽民啊 进来 什么事啊 新子军攻打桥头了 嗯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 他和林夫司令去配合新子军攻打桥头去 什么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哼 把他给我撤回来 是 大哥 新子军已经攻进桥头了 我们行动吧 准备出京 报告 撤 这回 大哥 这 云令如山啊 有什么办法呢